节目时间了 近几年流行Home Office 有设计公司索性 将官堂的办公室装修到像家企 有沙发、有厨房 目的是希望同事和客人 都可以有舒适自在的感觉 当中有不少设计都值得参考 楼底高接近12尺 间隔属于全开放式 有落地大玻璃 为什么会一开门 好像去了你家 甚至乎这些家很难得的 香港是一个开放式的dining area 一个这么大的厅房 这里不是一个住宅单位 其实是一间室内设计公司的办公室 位于官堂一栋工业大厦里面 建筑面积有1200尺 设计南本和概念都参照货仓 这次是原始味一点 因为始终是一个工厂大厦 而且我觉得不需要花费很大去豪装 我们会保留货仓原始的格局 比如我看到一些司令 那些大阵我们都不刻意遮住它 但我们会做过的长生 而且是很开通的 因为它没有什么主力长的 一般的Footloft 工厦的好处就是 身内没有太多间隔场 空间规划自由度更加大 好像悬崗位置就刻意做大了 有七八十尺 我很想进来的时候 然后不要那么压迫感冲 我宁愿进来很舒服 比如我铺上商业用的地毯 放在鞋柜 甚至有些客户 我们会给它换拖鞋 尽量进来也是舒服的那种感觉 造型别致的鞋柜上面 摆放了不少可爱的装饰 这里没有典型一张张的办公带 只有一张大的弧形书带 被设计师在这里画图 也没有一间间的会议室 有的是一张曲尺形的梳化 可以让设计师和客人 在这里自在地商讨公事 不需要我的工作人员 或者我的同事 去硬是在某个工作桌上做事 有时他们可以坐在梳化 在个吧台上高 在餐台 在电脑桌 随他们的选择 好像回家去做 变成我们做创作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灵感更多 设计师的收藏品 反映了它的品味和风格 这边做了一个饰物柜 给它展示珍藏 另外两边墙没有特别布置 只是简单摆放了几幅设计师的油画作品 配合随意的设计风格 工厦的天花有很多喉管 镇位和消防花札 设计师并没有做到假天花去刻意修饰 而是在天花游上白色 再加上一排排的旧式货仓用的吊灯 保留工厦单位的特色 地下就用上深灰色的无缝地板 方便打理 考虑到有时和客人和员工开会要OT 索性在办公室里 做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很多情况之下 很多客人就做了朋友 有时他们上来 谈完整个构司 或者看完我们的表演的时候 通常第二个节目就是 Andre去哪里吃饭 我常常说准备食物 不如在这里吃完 这样我觉得可以在整个办公室里做完 整个见客的工序 就不用突然走出去再吃饭 有齐电池炉 微波炉等等一应俱全 餐桌足够八个人坐 面对着观塘 启德邮轮码头一带的海景 用餐的时候 分外舒适写意